打个比方是这样子 这个人是假木生的 假木生的 那么底下呢 大家看到 第一个影响 影响什么 震裁 他的震裁是 跟植物冲不一样 他的震裁是 直接冲冲的 意思代表什么 失业 所以丑味 有这样丑味冲的人 你要小心你的失业 第一件事要小心你的失业 当然啦 你如果是假命啦 不是假命就不用紧啦 假命的人 遇到了丑味相冲的话 你要很注意你的失业 如果 国运 是只丑味相冲的话呢 是很严重的 丑是什么生肖 新来的朋友懂不懂 丑是什么生肖 你是新来的 丑是牛 幸好我没有听到羊 羊我就要下课了 牛 香港回归的时候发生什么事 金融是什么 金融危机啊 风暴啊 那时候是什么年 牛 牛年 再推算一下 那时是什么 19什么 1997 97再加12 是不是也是牛 97再加12是什么年 2009 2009 2009是什么年 也是牛年 什么事 什么 何拜 什么 所以去好好的去想 好好的去算 所有牛年到的时候 都发生什么事 知道吗 所以丑和味相冲是很重要的 你知不知道我们算命的人 什么时候是我们的新的一年 虎年 虎年是我们的新年 什么年 什么年是我们的末年 牛年 牛年是我们的末 所以要记住 聪明的风水师 只要到了丑年 他们都不会去乱碰的 就是循环了 一个循环 所以你说老祖宗厉不厉害 把正月放成是赢 把丑月放成是十二月 你看他厉害吗 对不对 明白了吗 所以这个丑和味 正才 如果是假 就是正才 正才有冲 正才有冲 失业 或者是工作不顺 或者有人问你 你现在多少钱 五千 我八千请你 来过来 这种情况 是在丑味的情况 都会有遇到这样的情况 你看他的肠杆是各个都冲的 然后他的中间丑中间是正硬 他的位的中间是三观 看到吗 都是这样子的 那么财官硬在丑这个位置 最不能够有冲的 一个人要发达一定要有什么 财库 还要有官库 你有财库有官库 你永远用不完的财 财库和官库 这个就是官库 只要你有财库就不错了 你再有官库 就是有密码 你的财库有密码 你想开就开 你想关就关 所以香港李嘉诚 他的财库是满出来的就是这样 不是因为他是李嘉诚 我们才这么说 不是 所以这个丑魏这样子的冲法 大家要知道了 要懂得说是好不好 当然是不好 它影响到很多的 那么劫财一旦胜利 魏一旦胜利的话 就很麻烦了 魏胜利 他会把你的正观 给消掉 魏如果胜利 他会把你的正观 劫财会把你的正观 给消掉 爸爸 妈妈 骂孩子 说孩子 教孩子 孩子不听的时候会怎么样 有些比较大胆的 就直接的拿锁丝 开门出去 是不是 这种情况就是 正观的气被 劫财消去了 明白吗 是这样 是这样告诉你们 或者老板 讲话 讲到一半 骂到你看到那个工人 忽然间拍桌子 走了 骂他那个人叫正观 走掉那个人叫劫财 理解吗 所以这个丑味是很需要学习的 他只要一个不一样 他全都不一样了 他全的观 他的位置全都不同了 好 所以下个星期我们学这个 只要有正观 今天大家又学到一个了 除了财库 还要有正观库 观库 财库 这两个库 是我们人生当中最重要的 如果你有观库 你可以辅助做宰相 钱慢慢来 如果你有财库的话 你可以做商人 所以你有观库和财库的话 你是商业就好像胡雪原一样的 胡雪原认识吗 你们谁不认识胡雪原的 举手 不认识 没有听过胡雪原的 举手 没有听过啊 胡雪原 胡雪原 没有听过 去YouTube看一下 不过现在这个YouTube不好 他那个胡雪原的那个袋子 很不好 买书本来读也可以 或者直接的看正版的 去租 如果你们中国台湾 他们看的话 不要用YouTube看的话 就很轻 很好 胡雪原 他是怎么样成功的 红顶商人 做工 做到变成做生意 做生意做到什么 当一品 当成一品的商人 很高 这个死 很惨 这个死 那个呢 他那种命呢 就是官库和财库 两个都具备 他死的原因就是因为什么呢 遇到了官库逢冲 就被官给杀死 财库逢冲 是好事 但是他已经有钱了 再冲就不对了 再第二次冲就不是了 就不是有钱了 就是有灾了 有没有看过那些股票 最后呢 变成废纸的 一夜之间 就烧 一夜啊 一夜啊 他家里的mate的钱都比他多 一夜而已 那个就是财库啊 被冲 财库被冲你会发达 冲而再冲那就不是了 懂了吗 简单说 我们把水放在冰箱 它会结冰 对不对 这个就是你的财 如这个一样 哇 怎么倒都没问题 它都倒不了了 稳稳了 你拿出来之后呢 它解冻了 你再放回冰箱 它在结冰的时候 就不是之前那么高了 这叫缝 这个财库缝冲 是负 再冲就不是了 明白吗 所以今天要学 看你们的八字里面 有没有财库了 那么我们的15号 6月15号 那么7月的时候 要注意一下了 7月的时候 因为可能我就要去西藏了 那么7月的时候 你们就要 有时候你们来 有时候没来 不过大多数你们这一班都来的 你们如果可以一直这样持续的话 我看我们的六冲学完了 就可以拿你们的八字来点一点 我说到你哭 还有什么问题吗 记住今天学到的很重要 关酷 很重要 关酷 还有什么 正观 七杀 七杀和偏应在一起 是乱 看你们的八字有没有 有的话就乱 所以你们的偏财和 七杀和偏财 不要在你们的那个 那个时 在你们的时 你们的孩子很乱 知道吗 你很难跟孩子沟通的 他讲的话你都很难相信的 记住哦 七杀和偏应 七杀偏应在时 子女不义沟通 那你要再慢慢说 七杀怕你什么 你要把七杀给杀掉 很简单 七杀怕什么 你慢 我跟你说 有时候 我们应该要 哦呦 七杀受不了了 七杀受不了 受不了 这样子的 你就能够把七杀给杀掉 我知道你们这里有一些 看你们的八字中间 中间下 下面中间那边 有写一个七杀命格 你的命格是属于什么命格 七杀格 正观格 正在格 如果是七杀格的人 你千万不要 你要制服他 你就一定要慢 老公 你听我说 他就软了 好啦好啦 OK啦 他就软了 看看你们的 是不是七杀格 那个格以后会教 你们这里八字 所有里面的东西都会教的 都会教的 每一个都会教的 给你们乱一点 命工 看到吗 有命工是不是 命工千万不要冲年 命工 命工和年不可以相冲的 命工冲年的话 哎呀 事事不顺 OK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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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烦恼 好了 谢谢 谢谢大家